巷內一樓公寓 屋齡已經四十二年 經過整理裝潢後 和舊公寓的感覺截然不同 走進裡頭 開門後看到的是客廳 緊鄰廚房 建坪二十點七四坪 地坪只有七點四坪 規劃三房 兩廳兩位 底價三百九十八萬 高雄市鳳山巷子裡頭 這樣一間老屋 屋主決定要出售 不過銷售手法很特別 要集體看屋斡旋 看屋當天人潮多到需要發號碼牌 房仲接到消息 開始通知客戶 有房仲帶了好幾個客戶來 避免酒後 每次十人進入屋內賞屋 每次三分鐘 如果嫌時間不夠看 可以在開放時間內重複排隊進場 隔天開放集體收斡旋 屋主收完斡旋後 再確認出價最高的買方 南高雄 尤其是五座宇原來的縣區 他可能過去的這些老物件 其實物理比較舊 新物件的這個供給量又不足 也出現這些低總價產品 造成這個很多買方 搶購的這個特殊現象 因為開出的競標底價三百九十八萬 比銅箱弄公寓一樓開價還要低 有看屋者興趣濃厚 也有人看完放棄 最後有十二組人搶房 不到四十八小時就以五百二十萬成交 屋主這樣的集體看屋 集體下斡旋手法過去罕見 確實顛覆一般賣物手法 金新聞綜合報導